最後講講李家超的講笑 他昨天講了一個英文 My mother's secondary school 他說他的母校中學 他可能就直譯了My mother's secondary school 其實應該怎麼說呢 英文應該是 Armor matter Armor matter的字 本身就是親愛的母親 親愛的母親 Matter就是母親 Armor就是親愛 親愛的母親 就是講母校 Armor matter本身就是母校 在很多校歌 很多學校的徽章 都會見到的 或者學校的校訓 都會見到Armor matter的字 講母校 李家超不懂 去過澳洲留學都不懂 去澳洲讀碩士 都不懂 在華人都不懂 結果他就直接讀了My mother's secondary school 不要用Armor matter的字 Armor matter的字其實很容易記 李家超記 或者大家記很容易 當你拿著兩個叉 你當這兩個叉 你當這兩個叉 你拿著兩個叉 兩個叉 兩個叉 就是媽叉 兩個叉 媽叉 當你媽拿著兩個叉 而你想賣了兩個叉 或者二手放了它 你就賣你媽媽的兩個叉 所以就賣媽媽叉 你記住 My mother's secondary 就是My mother's secondary My mother's secondary 就是 一個拉丁音的 一個說笑的說 My mother's secondary My mother's secondary 就是My mother's secondary 就是My mother's secondary 就是這麼搞笑 李家超如果不知道 即是說 沒有效的英文 要不就不要講英文 你講回中文就算了 或者你記住 My mother's secondary 你把你媽媽的兩個叉 賣出去 My mother's secondary My mother's secondary 就是這個 沒有效的英文名